Local player,本土全員雷蒙恩 350 350 你覺得可以更好嗎? 350,蠻誇張的 353 353 353 350 最高現在是353 剛剛是359,阿美359 目前最高是阿美 對 359 本土最高現在是將軍 雷蒙恩 對,還有普國倫 還有雷蒙恩 普國倫多少 338 那將軍 338 那也不錯 好的,我們的選秀呢 現在是11點04 等會的項目還有投籃 然後我們是移動的 然後計時的 然後他們 看那個命中率怎麼樣 還有看他們這個跑動之中接球投射 這個命中率 是蠻重要的 那 今天 提策會 是聯合提策 那 包含 T1的 各個球團呢 都會來現場 那 Blast League的 當然 因為這次 體策會是 廣邀嘛 然後包含 也邀請SBO的球隊 也可以一起來看 關鍵就是 希望 這些孩子 都有機會 可以選上 那 當然外籍生的世界 是大家非常 關注的 我們聯盟 因為沒有參與到會議 也是被告知的情況 可是這個 就 引起很多的 比方說 球迷朋友的反彈 那這些反彈呢 我們要去解釋 我們也不知道 該怎麼解釋起 因為這確實是有點突然 那在這個突然被告知的情況下呢 我們也 只能堅持 今天先把體策 能做的 一定要盡量做 然後 包含外籍生 他們如果 沒傷的 我們都 讓他 正常的 加入體策會 那也希望啦 在這個 過程中 那 也希望就是 把實際的情況 跟 所有的球團 來 分享 說 欸 確實現在 如果真的一個職業聯盟 要請聽的是 球迷的聲音 那 球迷的聲音 呃 姑且不論 好與壞 但是 現在確實是 引起很多的討論 那很多的討論 這個 對 至少對 PLG來講的話 我們有 責任也有義務 去跟球迷解釋清楚 那也要跟 球員 球員的家長 校方 還有 甚至經濟公司 經濟團隊 我們都要 有一個很好的 理由吧 那也要想好 更好的配套 去 處理這件事情 那如果倉促的去決定 確實影響 不是單單 職業籃球 這個層級 那你 高中的 然後UBA的 你都會影響到 他們未來的布局 甚至是在這個 未來中華隊 你少了這個規劃的人選的時候 我覺得都是 呃 不小的損失 所有的 我認為 決策 應該就是要 在做決策前 要沾前顧後 那影響 真的蠻大的 那這個 我們先把體設做好 那也希望呢 就是在 呃 理性 並且專業的去討論 這件事情 因為 沒有不好 真的 就是你要做這件事情 出發點 絕對是有 呃 職業隊的老闆的觀點 可是就是在於 在這個 節奏上面 還有在這個宣布上面 我覺得 絕對 有更好的方式 那 而不是這個 在 提設會前 然後用告知的方式 這個 對我們在執行端 就是我們自己在 在做事情的 會 也蠻困擾的 確實感到困擾的 原因是 我們必須跟 球員 校方 家長 還有他們經濟公司 然後 至少我們要懂得 怎麼回應 那現在看起來就是 還是 把體設先做完了 是 歪了歪了歪了 加10 290 190 490 190 390 490 290 190 190 290 290 290 390 390 290 290 390 390 390 應該就是投籃的測試 那那個之後再開直播給大家看 還餓嗎? 沒有 結束了嗎? 結束 好,辛苦了 一個一個 辛苦辛苦 好 好,結束 你們全部都做完了嗎? 做完了 感想怎麼樣? 分享一下 很累,但 有達到你的目標嗎? 我覺得我今天狀況 算還不錯 還不錯 應該 不知道 因為身體一條身體 身體一條身體本來就沒有很好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 在直測發揮 應該算是 我調整來應該算不錯一次 加油 等一下投籃是你的想像吧 我努力 我應該 百分百 哈哈 我們體測告一段落 等會兒就是投籃的測試 也希望 就是在今天 我們體測會結束後 我覺得還是 把這些數據 等一下中午 就是把它放在官網上面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剛剛看到幾個選秀 討論度很高的選手 尤其是雷蒙恩 他的數據 都是目前來講 各個項目都是在前面的 有些甚至都是第一的 我認為 POG從零開始的時候 一直不斷的努力 打造一個 是充滿希望 充滿夢想的 一個職業聯賽 不僅僅是 對本土球員 不僅僅是對外籍生 也不僅僅是對華裔的選手 甚至是洋將 都希望他們第一時間來到亞洲 知道 有機會 能夠 來 POG 就業 然後 挑戰自己籃球夢 這是 從一開始就設定 想要達到 想要努力的目標 充滿希望 充滿夢想 那這件事呢 希望有機會 還能持續 這個並不單單只是一個職業籃球 我認為 這應該也算是 為台灣用體育來做更好的外交 很期待 我們的籃球夢 我們共同的籃球夢 可以延續 為POG 祷告吧 待會見